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早几年我在一个会上就这么讲过 我说有朋友问我 你到海外有没有打工啊? 有没有到餐馆打工啊? 你为什么搞时事评论啊? 不开过餐馆啊? 不去餐馆打工啊? 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啊 最好玩的工作 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工作 最轻松的工作 而且可以顾名钓鱼的工作 就是搞时事评论了 因为时事评论 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时事评论 你怎么讲都可以 多半情况之下呢 政府有口难言 官员有口难言 但是没有一个正常的舆论场所 没有新闻媒体自由 对吧? 没有官员被抓了以后 他有遍复的机会 所以你怎么编 怎么讲 然后本来 对这个政治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 所以你讲出一个版本 总是有人相信你 当然也有总是有人不相信你 所以你必须像孙宁才被抓了以后 各种版本就出来了 版本很多 我看的不太完整 但是总是有些朋友问我 有人这样说 有人那样说 你怎么看? 当然 在中文网络上面 比较流行的说话是什么呢? 就是 某一些媒体 比较习惯于说 又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混色 打倒或者是抓住 江泽民嫡系 江泽民马仔的又一个胜利 因为孙宁才啊 就是江泽民的妹妹 江泽惠 在农林系统把它提拔上来的 所以呢 这是江泽民的马仔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抓住孙宁才这个马仔 就是要进一步抓捕江泽民又进了一步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 英文媒体比较多 英文媒体 关于中共的报道 现在 就是 就是 比中文媒体 更离谱一点 或者说呢 更搞笑一点 或者说呢 更浅薄一点 想当然 就是 二十大 习近平不要下台了 所以呢 就是不要搞这个接班体制了 所以把孙宁才拉下来 因为孙宁才十八大的时候 和这个胡成华 就被认为呢 是 十九大的这个 接班的人选 双方呢 会成为 十九大上面的 皇储 或者是 准备接总理 二十大的时候 顺利就成为这个 总理和总书记 因为这是 这个 邓小平 所确定的 改代 接班体制 那么 这种东西 我早就在 一年以前 在雅乐周刊 还是什么地方 在雅乐周刊 我就讲过了 是有这样的考虑 但是这种考虑 是不是跟孙宁才 现在这次被抓有关 那这个就是 反正有这样的评论 大家就可以听一听吧 对吧 还有一点说话是 你看 孙宁才 早几天没有宣布他的问题 当然 我后来说 过几天就会宣布的 有人说 你看 他还是同志 对吧 没有拿到他中央委员 没有拿到他政治局委员 说病呢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说这个 习近平和这个 胡锦涛和温家宝 达成了默契 就是说 要长期软禁 这个孙宁才 算了 还有很多说法吧 各种版本都很多 我相信这些版本呢 他们各有各的来源 各有各的看法 也各有各的逻辑的合理性 但是不过在我看起来 孙宁才 这个 这个 现在叫同志 是法律上 所谓法律上 就是他们自己认为 还坚持一点的诚实 也就是说 现在由纪委 先把你的事情给搞砸事了 然后送到检察院 这个机关之前 那么呢 你还是叫同志 或者说呢 这个党开一个会议 在程序上 把你的中央委员 拉掉 政治序委员拉掉 开出你的党籍 那么在这些程序完成之前呢 你还要叫同志 那么 孙宁才同志 除非是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否则的话呢 你是不可能逃过这一劫的 那如果是你 他都比较好 按照党的这个要求 你指证了谁 你就指证了谁 你保住了谁 就保住了谁 有些事情你该不交代的 你自己要看准不能交代 有些事情该要检举的 你要检举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党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无期徒刑 如果你不按照党的要求来 你还自以为上 或者说你还以为你的军队的后台有作用 你还以为贾庆林 刘奇 曾旧红 或者是温家把豪 可以保你 那么呢 你可能就打错算盘了 没有几个同志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遇到磨难的时候 他的后台会伸去援手 这种情况几乎不可以出现 当然宋人才 毕竟 就是说 对中共的这个 斗争残酷的历史 了解的不够 了解的不够 不太清楚 所以呢 他今天走向这一步 如果他稍微有一点清晰的认识 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的往上爬 那么呢 他基本上 如果 不按照组织的要求来 那么 基本上 就是撕缓 撕缓 甚至呢 有可能像白鸣牌一样的处境 就像现在王明和白鸣牌这样的处境 那有可能呢 撕缓 或者说 终生不对 不对这个 不对这个 这个 这个保释 那我们注意到了 18代以来的官员 基本上是判一个无期 而且后来呢 对这个监狱的管理 对于这个保释 提出了很多严格的要求 甚至有一些高官 保释出来以后 又把他抓回去 原因很简单 原因有一部分官员 行吗 释放以后 或者保释以后 没有其他的政治根基 做出生意 振振钱就算了 比如说朱小华 比如说王晓冰 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人 但是有些人他是有政治活动能量的 比如说薄熙来了 比如说白文牌了 比如说周恩康了 比如说郭伯雄了 比如说令吉华了 包括现在的深圳才 因为深圳才我讲过了 他比较豪爽 虽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 特别特别的坚定的后台 但是这个人 他的人事关系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担心他出来 再搞啥 所以基本上会判他无期徒刑 基本上会判他死法 这都是在两者之间 基本上你就别想这辈子活动出来 或者说你出来 也就已经完全废掉了 对吧 当然至于民主化 或者政治产生变化了 那是另外一把事情 那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那么孙正才是肯定要被抓的 那我早几天在节目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被抓的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他得罪了冬季赛 那是迟早的事情 至于说他有没有贪腐 有没有私生子 这个还用我说吗 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法律程序吗 对不对 但是党和领导干部 我们谁相信他 他没有贪腐呢 只是说贪腐多少的问题 贪腐的方式问题 对吧 私生子还是私生女的问题 私生男孩和私生女孩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差别 所以孙正才有问题 要找到他的证据 尤其中共采取这种 逻置罪名的方式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对吧 而且我就讲了嘛 首次披露出来 他十八代以后 利用一带一路的经费 生了好几个私生子 不是一个私生子 有人说 怎么可能呢 三四年 但是问题是 大家想一想 他又不是跟一个女人 对不对 他是斗过女人 对不对 一带一路的钱也不是那么少 对不对 虽然这个一带一路 变得这么一个滑稽的一个剧 但是对于这个孙正才来讲 对于他来讲 他确实希望自己有个男孩 因为他在想 万一这个胡春华不行 搞得不好 他就当皇帝了 对吧 他就是总书记了 所以他总得希望有一个男孩 所以这样一种心理 才给了这个王岐山足够的这个把柄 当然我讲了 我说这个呢 导火蟹呢 是他的老乡 这个山东荣川的老乡 和庭 本来呢 他们没两个人想好 要到重庆去碰头的 对吧 是周永康跟他安排的 但是没想到 云成这两个字害死人了 老乡见老乡啊 对吧 互相抱一团 结果呢 这个和庭给他的保护 反而变成了他的无所顾忌 他以为呢 有这个坚强的这个 厚盾 有坚强的这个卫士 没想到和庭自己都没有保住 所以我说和庭和后来的这个 木华平 是这个 是提供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深圆才很重要的 这个 最终的这个 屋顶证人 那么 听说中国的媒体 在我讲话以后 十几个小时 他们也登持类似这样的想法 是中国哪个媒体 我没有查 因为 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有人举报 而且呢 这个 最近已经缺失 那么 王岐山把他的材料 准备得很扎实 先是 送给这个 习近平总书记 那习近平总书记 从这个德国一回来 一看这个材料 不签字不行了 对吧 然后 签了字 然后政治局 开会 出去了这个决定 对深圆才同志 进行这个 调查 我也讲了 时间卡得很紧 本来可以晚一点 所以 沉沉茫茫 这个 做出决定 主要是针对这个 葛文贵717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 深圆才 基本上 大家不用太多的插菜了 不管他是江泽民的人也好 还是 这个 是不是跟19代有关也好 是不是跟习近平 要20代不想下台也好 是不是这个 这个温家宝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贾倩琳 或者是刘琦 或者是这个曾益宏 是后台老板也好 总之 他判刑 是大家不愿意问了 而且 刑期 不是这个 无奇 就是私坏 好 谢谢大家 beauty 3 2 1 3 10 1 2 2